Yo,大家好,我是Felope 廣吉祖粉紅珠讀卡給你吧 果然不出所料,真的出這個LR超級17號 我想應該就是傳說降臨卡機來的,應該不會是讀卡的 而且官方也宣佈了,這個角色會在日版和國際版同步推出 我想應該就是這兩天應該會出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一齊看看,究竟這個角色的能力是如何 好啊,大家就可以想一想,究竟他值不值得抽 首先呢,這個就是這張超級17號的卡面 就是用這個電擊地獄玉的 我個人認為這個卡面都頗不錯的,頗霸氣 他們那些17號的眼神頗正 所以真的不錯 但是這一張卡如無意外應該沒有合體或者變身的 即是他一登場就是超級17號 他就不會由兩隻17號,然後用技能變成超級17號 就應該沒有這件事了 好,現在來看看對長技能 GTBOSS又或者是人造人類別的角色 氣力值加4 血功防加150% 對比起一般的LR傳說降臨角色來說 這個角色他的對長技能算是不錯的 因為有雙類別 而且三維可以加到150% 所以算是不錯的對長技能 但是 他這兩個類別呢 首先GTBOSS其實是一個比較難用的類別 因為他的角色不算很多 所以你要砌到一隊出來 不是那麼簡單 至於說人造人這個類別呢 有很多其他的角色可以代替他來做隊長 所以這一張卡如果你要為了他的對長技去抽他 我覺得就不是那麼適合了 我覺得他的對長技就 不是那麼值得說你真的要 丟那麼多石落傳說降臨到抽他回來做對長的 好,跟著下來呢 萬眾期待的被動技能 完美的對戰距離 什麼 那個效果呢 就是自己的攻擊力 防守力無條件 提升170% 嘩,現在這個遊戲的數字 已經 越來越誇張了 現在這個無條件 就170% 還要是LR角色來的 嘩,Holy What 不錯不錯 接下來呢 就是參加攻擊中 我方 除了自己以外 每多一名其他人造人類別角色的話呢 自己的攻擊力和防禦力 再提升17% 嘩,不是吧 那這張卡如果你放他入人造人隊 他輕輕鬆鬆200多% 比吉年還要比吉年 不是開玩笑 哈哈 好耶好耶,Holy What 那麼,兼且未完喲 接著就是 參加攻擊中 我方 除了自己以外 每再多一名 目標孫悟空類別的角色的話 自己的攻防再提升 17% 17% 17% 嘩,這個位置都已經 嘔嘴到說話都說不清楚 這個,這個,這個 被動數值加得太誇張了吧 那這隻角色雖然說 他就是有限制 他才會加到那麼高的 那個攻防 但是其實這隻角色基本上你用得他 都是入人造人隊會多些 或者目標孫悟空隊會多些 所以他的17% 你是一定加到 那反而你如果用他來組GT BOSS隊呢 可能就沒那麼勁 因為他 但其實都勁的 因為他本身都有170%攻防 就算不加這17% 他都好 然後呢就是受到攻擊之後呢 該回合結束之後 3回合內 也就是下一回合開始 計3回合以內 自己的攻擊力會再提升多17% 哇,問你死了沒有 還加 如無以外的17%呢 可能是承下去的 Holy what 這個 還會減傷 傷害減輕率會提升17% 怎麼跟你玩呀 敵人哭了出來 兼且每當受到攻擊的時候呢 就有高機率會加氣 加1氣 最高可以加7氣 哇,還懂得自己幫自己加氣 這樣看來的被動技能呢 唯一的缺點就是 令到這張卡有限制 他組隊上面 你如果想發揮100%的實力的話呢 他的組隊就會有限制 但是其實 都不會太影響這張卡的屈肌了 我剛才都說了 他本身都有170%的攻防 已經是好瘋了 其實 所以這個被動整體來說呢 一個字 好,這張卡竟然還有主動技 敵人真是so sad 哭了出來 怎麼玩呀 主動技呢 就是電擊地獄球 他的發動條件呢就是 自己在戰鬥中受到7次以上的攻擊之後呢 就可以發動了 只能夠發動一次的 每次戰鬥 也就是說你被人打7下呢 他就可以發動了 超級9M 那麼他的效果呢就是 對目標造成 究極傷害 並且呢一回合內 令到目標的攻擊力和防禦力下降17% 又是17% 這個數字當然會不會玩得太離譜呢 但是我喜歡 究竟 他這個主動技 類似超四的 AOR的主動技啦 但是他就攻擊力會低一點的 因為他少了個暫時性大幅提升攻擊 但是呢 倒反過來他可以減人傷 所以這個主動技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而且都不算難發動 被人打7次而已 7次 不多不少啦 應該每一場戰鬥都可以發動到 那麼跟著就來看一看必殺技啊 那麼12氣的必殺技呢就是地獄風暴 那麼效果呢就是 一回合內提升攻擊力 並且對目標造成極大傷害 兼且令到目標的防禦力下降 那麼就沒什麼特別的 那麼超必殺技呢就是地獄 那這個效果呢就是對目標造成超極大傷害 並且令到目標的防禦力大幅下降 那麼整體來說這張卡呢 那個必殺技呢就稍為順適啦 因為沒有什麼特色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用途 但是其實不理他必殺技怎樣啦 他的被動技能和主動技能呢 都已經是非常之屈肌的 那麼所以這張卡的必殺技呢 他弄得屎少少都正常的 因為呢就做回平衡 好那麼最後再來看連鎖技能 和這個類別 那麼首先來看一看連鎖技能 那麼這七個連鎖技能呢 我個人認為都是非常之適合這個超級17號的 那麼譬如你入GTBOSS隊的話呢 這個GT啦 恐怖絕望和惡夢呢 都是可以發動到的 那麼你如果入人造人就更好啦 基本上全部都有機會可以發動到 你如果入人造人的話 那麼所以這個連鎖技能整體來說是非常之好的 那麼跟著類別這一方面呢 其實就只有六個類別的 就不算好多的 那麼但是重點是這六個類別呢 都適合這張超級17號入隊玩的 也就是說你無論做哪一隊都好呢 你都可以考慮去 入這個17號入隊 那麼所以 算是不錯的 對於這張角色來講 這六個類別夠了 你都已經可以有很多種玩法的 那麼到這個位呢 這張17號的能力就已經看完的了 那麼我就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啦 那麼這張卡呢其實他的整體能力 字面上看起來 就是一個字的 屈 真是好屈 不是開玩笑 那麼他的被動加成數值 非常之高啦 那麼跟著呢 這張卡的連結也都不差 他又可以自己加氣 所以他很容易 應該就可以開到超必殺技 那麼兼且呢 這張卡他還有這個減傷 還有一個爆發性的主動技輸出 還有可以減人來攻擊力一回合在這裡 那麼所以這張卡都 整體來說 真是幾全能的 不是開玩笑 那麼跟著他還要是極技屬性 那麼大家都知道 極技屬性呢 算是比較弱勢的一個屬性 相信很多朋友 這個極限超級戰鬥之路 都還沒通到關 那麼如果你有這張卡的話呢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幫到你輕輕鬆鬆過關 那麼所以玩這張卡呢 他的優點真是很多啊 真是很屈肌 那麼但是吹無求疵這樣說呢 他都有一些缺點的 那麼就是他跟這個速17號同名啦 雖然之後呢 是可以放同一隊的 所以影響不算很大 但是始終同名呢 好像是加不到氣的嘛 即是拍在一起的話 所以都是有少少設的 第二個缺點呢 就是我剛才都說過了 你如果要他發揮100%的實力的話呢 你就要有限制的去組隊 這樣就令到你玩得可能不太爽 那麼第三個缺點呢 就是他的隊長機 不算太突出啦 所以你抽到他回來呢 可能都是用他來做隊員會多一點的 但是其實以上這三個缺點呢 都是吹無求疵 因為這三個缺點 根本都不會影響到這張卡的屈肌 但是究竟這張卡實際用落有沒有那麼屈肌呢 其實都不知道 但是我想應該都不會太差的啦 希望到時我可以抽到他 然後實際測試一下給大家看 我是會抽這張卡的 至於大家抽不抽這張卡呢 你如果是老玩家 你又喜歡玩人做人隊的話呢 你必抽 但是如果你不是那麼喜歡玩人做人隊呢 你可以考慮一下抽不抽 你可以抽少許 我覺得這張卡都值得抽的 其實真的很厲害 他的實力 但是如果你是新手朋友 即是剛剛玩這隻遊戲未超過半年的話呢 我不建議你抽這隻角色 因為呢 你抽他回來都 應該會比較難用的 說真的 所以我真的不建議新手朋友去抽他 好了這次的卡面能力講解片到這裡就完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請看 我們下次下次再看 汗 我們下次再看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 爹